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快 我以为八大业就是八大电材跟八大行库 对不起 三位老师来请教三位最章业最了解八大的三位分析师 第一位 江国中分析师 江国中老师 你好 大家好 今天主角能讲的 这个是我认为在技术分析领域当中最重要的面向 面向好运气就好 面向不好你需要马上去做调整 所以我认为很值得敲碗拿板凳期待喔 好 拿板凳期待 板凳期待 要变期待学了 江江老师的line参考一下好不好 登登登登登 哇一些 老师 产业界出身的 我产业记者 我这个资深前辈啦 老师的line跟这个 掃一下QR Code还有line 第二个 雅琪 雅琪 你好 甜心 小甜心老师 你好 嗨 大家好 台股经过去年的夏点 那今年怎么买在期长点 怎么买在甜甜价 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喔 帮你找到跟我一样甜的股票 跟他一样甜的 雅琪老师虽然很年轻 刚出道 可是人家学经历还算OK 还算不错 台大经研所的 好不好 那line 这个也加一下 好不好 跟大家支持一下 男的帅女的美 江老师 我这样形容你可以吗 好 可以 好 我有问题 我很想去梳一个跟主角人一模一样的发型 主角人 主角人 他这个发型我也觉得不错 对 今天非常帅 第三位 油头 油头粉面 油头粉面 你这头发真的不错 我今天这头发不错 维太老师 来 维太老师 你好 YES 就搭配这个Luna今天的服装 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彪谷的三大长相 YES 来吧 那我们请维太老师上来 维太老师来 你来 你明明就是 怎么样 你明明就是叶问这一派了 对啊 来吧 比一下吧 所以 所以姿势不够标准 对不对 不够标准 不够空手道的姿势 不够好不好 来 老师 认清楚标谷 空手道的起源是在哪边 日本 日本 好 来 标谷三大长相 如何买在 七张店 对 对 好 这个青春开红盘 第一天大涨560点 对 一开盘就大涨300多点 光开盘就涨300多点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 在年前啊 这个卖股票的这些投资朋友 心都凉了一半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直接被轧空手了 尤其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有3.4万的股民 在年前就是农历春节之前 就卖股票 可是没想到台积电开红盘啊 第一天就大涨了40块钱 是 涨幅将近8% OK 所以这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投资朋友 就是 现在在问 我到底该怎么办 好 面对这种所谓的被轧空手的困境 我该怎么办 老师 这个好像数据还没出来吗 不知道这一周 他们有没有买回来吗 我认为3.4万股民 顶多5千人买回来 我觉得 搞不好更少 更少啊 搞不好更少 气死了啊 第一天 涨了40元 第二天 你看跌了20千块 对为什么我说更少呢 就跟他从这个 这个统计资料来 面对看好的股票大涨 会怎么处理 这大多数人的回应是什么 第一个 这我们做统计 我们做统计是 这我们做统计是 还是网路上的统计 网路上面的统计 网路上的统计 对对对对 这网路上的统计 你说大涨会怎么样 Key 系 删掉APP 不看盘的 直接盖盘不看了 直接盖盘不看 这是第一种 所以不是直接买 好 第二种有人直接买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三八二十四 三九二十七 直接买回来 是你数学真好 对对对 但又怕被盗牢 我这个表情做得不错吧 太棒了 主持人就是要这样认识 对 好 这就是第二种 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买回来这种 也是有的 对 那么第三种就是比较少 它是不气馁 但是找机会逢低买回 不过通常呢 找机会逢低买回 等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然后就会怎么样 忘记了 就忘记要去买回来 然后最后他又 他又回到低点 然后没买到 又涨上去 然后才发现 糟糕我又错过第二次的买点 是 所以这个大部分告诉你 大部分其实 看好的股票涨了以后 他不太会理 对 要不然就忘记了 对 算你直接买回来 可是他又怕套牢 那怕套牢他其实又不敢 全部加码 是 所以其实这边这一波3.4万 3.4万 3.4万的股民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回头 没关系 我告诉你怎么看标股 老师要告诉我们 我又要学 老师来看一下下一个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 如何在第一天 被嘎空守咒 是还能够把它买回来的一个方法 第一种 就叫做一飞冲天型的标股 这种所谓一飞冲天型的标股 基本上它的特色 一天冲飞也可以 你刚才稍微讲错了 一飞冲天 一天就冲飞了也可以 一飞 这时候讲错字是很幸福的 对 一天就冲飞了 OK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 它上涨过程当中只有单日拉回 有时候甚至就盘中拉回 尾盘又拉上去 都有 那单日拉回 或者是当天拉回 随后 就继续往上去做一个上涨的动作 例如说一些 才能建的一些中小型股 小型股 股本可能不到10亿的 或者是一些生计股 还有非常好的题材 或者是有所谓要证在后面去做支持的个股 通常都是属于这种所谓一飞冲天型的标股 好 那么第二种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常看到的 这台北股市 有些中小型股常看到 叫做N字型标股 N字型标股 它股体会上去 然后下来 再上去 再下来 像写一个英文字的那个N 英文字的N一样 那它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上涨过程当中 它是会回档的 可是呢 回档的幅度也不会太多 大概在10%到15%左右 那短线上面修正之后 又会再一次出现这个上涨的一个表现 那通常这样子的股价走势 比较常见到是在所谓的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 例如说在50亿股本上下这种股 我都比较常常会见到 OK 好 好 那么再来第三种 最常见的标股走势应该是N字型吧 还是阶梯型 我觉得 比较是在N字型 好 那涨多了稍微休息 再拉回 对 阶梯型的这种涨法 其实我个人判断是 它不能够称之为标股 阶梯型不是也像N吗 阶梯跟N到底差在那边 其实阶梯型 它是要花多一点时间 它在整理非常多休息 就是整理回很多次 斩一下回一下 斩一下回一下 对对 不像N字型是转一大坡休息一阵子 对 那阶梯型呢 按照我们过去的一个就是所学 它有个像是我们之前所提的股票箱理论 不知道蒋老师有没有听过股票箱理论 应该是有的 股票什么 股票箱 理论 股票箱理论 就是它在这个股票箱涨完之后 会再上去另外一个股票箱 就好像它在走阶梯 就像它昨天讲的火车便当 月台理论 火车便当 月台便当 福隆月台便当 福隆月台理论 太饿了 太饿了 我累了 非常明显 还是想你昨天的控告放 是 火车月台理论 对 好 那这种阶梯型的标股 它的特征是什么 它上涨过程当中 它会做回档 那回档呢 它也不会回档太深 大概就回档到前面 一次高点的附近 然后回测完之后再上涨 或者是它回测的时间 通常有时候会拖离比较久 它就不能够说 我们常常所谓的那种标股 它可能是属于波段性上涨的一个股票 OK 那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个股 因为它的这个 拉回时间比较久 充满可能比较凌乱 它通常比较出现在大型股的部分 大型股 比较容易出现 所谓的一个阶梯型的一个上涨的一种走势 好 阶梯型的上涨的走势 所以注意一下 这三大标股怎么买 我们来看一下 好 OK 第一种就是 其实很简单 越强越要买 如果这三涨 这个所谓三种类型的一个股票 涨项 如果说我们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还是要挑强势的买 也就是要挑这种所谓的一个第一种就是 一飞充天型的 一飞充天型是买黑不买红 对 买黑不买红 就是它只要短线上面一天拉回 然后止跌讯号出来 就可能要去做买进了 那通常这类股票 通常因为它的股本很小 容易这个被阻力这个筹码被锁定 那这时候就会 只会出现小幅度的回挡 那通常我们都是属于参考五日线 有些甚至是参考这所谓三日线 都是属于这种所谓一飞充天型的一个股票 它在这个均线上面的参考的一个采用 那上涨过程当中呢 只要藏红隔天 它出现这种小黑K 记得喔 是小黑K 不可以藏黑 不可以出现代量藏黑 它只要出现亮缩的小黑K 基本上就可以去做一个买进动作 好 另外一种也是跌了就买 好 第二种 一跌一跌是这样发音吗 一跌一跌蹦蹦 一跌一跌蹦 也是哥吗 蹦蹦什么 这可能在问什么导播 我刚才录影前老师还说 这个我来表演就好 一跌一跌蹦 自己加码一跌一跌蹦 我都不知道什么说 好 第二种是神经妙算法 就是一跌一跌就买 就是可能跌一次两次三次 那跌到什么时候 跌到通常就是 股价的一个 10%到15%这个幅度呢 之后呢 拆掉之后 就会再往上去做走高 这个意思是10的意思 110的意思 跌10到15%再买 10到15% 通常这是N字型标股 来我们看看左边的N字型 来看一下左边的N字型 好 那这个是什么 好 第三种 勇者无惧法 就是拉回前高做买进 因为有时候其实 这个个股的一个拉回 它可能是用时间换取空间的 通常这种大型股就比较容易看到 例如说像这个台积电 联发科等等 因为股本比较大 它不太可能连续做大涨做喷出 如果今天台积电第一天涨88 第一天再涨88 大家就疯了 对不对 是 台北股市就疯了 一天涨500点 很快的1万8就到了 是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做股票就好了 是不是 是因为有一个住在桃园旁边 中立的一个选民有问题 Luna 你拿错了东西了你知道吗 好 那我想要问老师 是你拿错了 你看一下 拿看一下看一下图 我知道 因为没有了是不是 对啊 好你知道 那我想要问老师说 这是三种形态 到底要怎么抓那个 停孙点还是停利点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 果然是住在中立的一个 这个投资人 对 住在中立 OK 我很难问的 首先 这三种基本上它们最大差别 在他们股本的大小不同 对不对 OK 那通常小型股 就是要看这个主力 我们要出货 是 那通常主力出货的现象 大概就是连续性的代样长黑 如果看到这种籌碼松动的情况 可能 我们手中的持股 就要去适时去做一个 停损跟停利的动作 那如果说是N字型标股 这种所谓N字型 基本上它比较 这个based on 在形态学的部分 所以N字型的标股 如果说它是拉回跌破 墨升低 也是跌破颈线位置的时候 我们通常 就会去进行所谓的一个 获利了解 或者是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那第三种 这是属于中大型股 中大型股通常会动 一定都是法人在买的 所以只要看到法人 尤其是外资 原本一直买的外资 突然出现由买转卖 这时候可能就要跟着去做个出场 好 由买转卖就要注意一下 所以不是不只是跌幅 有时候看筹码动向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来老师 就是要买黑不买 红吧 怎么办 好 怎么看 这个最近的一档 这个非常强势的股票叫 划锦店 6788划锦店 它四个交易日 就这个大涨了 百分之24.6% 那因为这场个股呢 可以先看 它的股本只有3.47亿 对 它是属于一非充天型的 其实10亿以下就算很小股本的 很小很小 对 那符合小型股的标准 再加上呢 它在这个盘整过程当中 是量缩 量缩充满非常的稳定 一点火就往上做充高 这种都是属于 一非充天型的一个股票 那从一非充天型的股票 好像刚刚提到 它基本上是沿着什么 短期均线 例如说这五日均线 往上去进行走高 有没有 所以它一天 拉回隔天点到五日均线 马上就出现 第三天的上涨 这是所谓的一个 这个是一非充天型的股票的买法 好 老师我稍微插播一下 因为这个3.47亿很少 因为3.47亿你就把亿改成万 万嘛 就变成大概 3万4千张 只有3万4700张而已 市场上3万4700张很少 很少 因为那个一张是一千股 一股十块钱嘛 就变成一张就一万块钱嘛 对 如果是面额来讲的话 那亿除以万还是万 所以3.47亿就3.47万张 很少啦 因为还有大股东要持股 他不会卖 所以老师说一非充天怎么样 拉回就买是不是 对 买黑就卖 没错 我想问江江老师 因为江老师他也是技术现行大师 是的 老师你觉得他这个 有没有乱扯 胡扯 还是觉得你有更好的买法 一非充天 非常非常的精准 好精准 对 所以这些股票一拉回就要买 好没问题 老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老师他也认同你耶 像昨天这个江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拉回 就是看大做小 是 的确这次有非常 这次的台北股市有非常多的中小型股 都是属于这种所谓一非充天型的 是 例如说像3675的德伟 德伟 我们看一下3675的德伟 看到K线到昨天的方式 一非充天 都是点一个黑K就上去 点一个黑K就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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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次有非常多的这种所谓 这个小型股都是用这样子的走势在上去 好 来看一下 谢老师告诉我们一非充天 马上试用 好我们再看一下 N字型的 没有继续继续 哇 北极星也是 北极星也是一黑就上去 一黑就上去 ok 那当然之前也是有类似 刚刚所谓的就是亮缩 然后横盘整理 然后一出亮就往上做攻击 老师那如果有股票 就是一黑 然后又黑又黑 就黑黑黑 怎么办 黑黑 黑有黑 黑有黑 这时候就要卖股票了 卖股票 为什么画面 做卖股票 为什么画面可以牙漆 叫卖股票是不是 对叫卖股票 虽然这种黑 下颗接下来是红 连三个也不行 黑黑黑就不行了 对 像这种就是属于一千黑黑 可以 管它山高 水野生 那整个山就高了 好不好 就不行了 好像这种就是当时的一个北极星 短线上面出现拉回 那没有再出现这种所谓爆炸量下沙之前 基本上都还是有往上最后走高的机会 好 这是北极星药业 我们来看下一个 来 文贸 再来就是属于进入到第二类型 就是N字型的 那这边举的例子是3105的文贸 OK 那这边就像咱刚刚这边讲的 多头趋势里面要出现这种水波段性回挡 通常不太容易见到 那尤其是这种强势的股票 所以只要它在这拉回大概回测10%到15%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会稍微做个止跌 这时候很可能就会有机会就会再往上做走高 那如果说回到20%以上 那很可能就是因为套劳的筹码可能就已经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再往上去做走高 或者想要再去过前高 它的难度就大大增加 所以一般呢 这种所谓比较有经验的一个阻力 它通常不会让这个股价 拉回的幅度太深 就是它会洗盘会甩叫 会让你下 会让你下跑 然后你下跑是要吸收你筹码 可是吸收筹码也不会吸收太多 不然没力了吃太多 所以它大概只吃到10%到15% 它就会拉起来了 因为反而它就会变成卖压了 我每个商务都卖 我也买不起来好不好 所以这种一跌一跌 跌到10%到15%的买法 这个就要注意一下 一点一点买法 这就N字形的回档 要记得买 对 像这个这次像这个文贸 从第一波上涨的高点162.5% 大概算一下回档10%左右 大概低点是145% 那这边其实这个幅度就是10.8%而已 然后止跌完就又再往上做就走高 然后碰到短线上面的一个仿锤线的高点174 然后再做一个整理做拉回 这边低点是154.5% 算一下它的回档幅度 也差不多就是10%左右 但是它这样子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边拉边洗 边拉边洗 它整个波段涨幅 已经高达28.2% 对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N字形的一种个股 28.2% 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拉回买拉回买 是每次都有三次的时间 是 N字形的买法就是 老师 这边讲 一叠 一叠就买法 一叠一叠就买法 一叠一叠就买法 好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一叠百货不见了啦 老师 我们看下一个 好下一个是4968的利基 也是 一什么 一叠 一叠 钞票一叠又一叠 对一叠一叠就好 真好 哇 这个 反应真快 谢谢你 来 因为我去一叠百货的时候 我就 钞票就一叠一叠 就不见了 没有人开玩笑 买回买15% 来 高点306 拉回回车低点大概306 这样算一算大概就15% 然后马上就止跌 就在往上去进行走高 通常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去讲说 如果说这场股票每一次拉回 大概就走10-15% 就代表其实可能 他的阻力是还没有走的 阻力还没有放弃之前 他基本上都还有在往上去做一个走高的机会 这个是在这个利基的一个部分 好 那最近我也发现另外一档个股 大家应该也是很耳熟能详 就是2201的育龙 是 对 育龙这一次可以发现到 他在整个 一叠 好来从这边 往上走 走到这个 这个高点 然后再划下来 对划下来 好再往上再走 就是这个15%就要买了 对 刚刚才10%多一点点 就可以了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叠一叠买法 买在N字形 好不好 就是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 好 再来就是比较偏中大型 大型股的一个买法 中大型很重要 就是所谓的阶梯是上涨的 这边举的例子是 2303的联电 股本大 通常就是不太容易会出现连续性大涨 但是他这边拉回 如果说回撤到前波高点的时候 反而就可以去留意他的这个买点 像这边往上突破之后 回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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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地方 刚好拉过来对到哪里 对到刚好就是前波段的一个高点位置 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守住前波高点再往上做走高的 就是属于 这种属于阶梯式上涨的一种个股 是 好 阶梯式上涨的个股 好不好 那老师这个是 只有三种买法 就是阶梯式上涨个股 就拉回买进到前高的时候 就是前高吗 对过去拉 对 好不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一样 大家很关心的台积一点 阶梯式 阶梯式 过高 突破之后拉回 放大放大放大 这都全只股吗 对 过高之后拉回回撤 刚刚点到什么 因为全只股是不可能一飞冲天的啦 应该说机率很低啦 应该说机率很低 对比较难 所以你就趁着拉回前波的时候 阶梯式 拉回前波的时候买进 对 回撤前波高点的时候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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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撤前波高点的时候去做买进 是是是 好 这是我要跟谢老师 我想问雅琪老师 因为他有三种 一飞冲天 适合小型股的 还有什么 N字形的 一跌一跌回到10%到15% 还有就是说这个勇者无惧 拉回到前高的时候 那个要搞阶梯型的标股 前高买进 老师你比较喜欢买哪种股票 你觉得比较适用哪一种 或者商户朋友们 你觉得小型股 还是大型股还是怎么样 还是一跌一跌 当然最喜欢的是一飞冲天啦 一天就能往上飞 一天就能往上飞 我其实我也喜欢大型股啦 好不好 那我想说一下 问一下江江老师 你觉得这三种 你觉得哪一种 还是你觉得都不错 就看什么股票 我今天上完这堂课之后 我有新的一个发现 好 我会去花时间去观察全职股 比方说台积电 是 有没有出现阶梯型的上涨 如果有的背景下代表它是多头嘛 对 然后我去专门去挑选N字形的股票 哎呦 要告诉你答案了 对 先看有没有 还是这样看大做小 对 看大做小 看大做小 所以一样用这个 大型股用阶梯性的 来确定 有没有一阶比一阶高 一阶比一阶低就惨了 好不好 然后去N字形的买法 老师比较喜欢 比较就是 慢慢买慢慢买 因为散户朋友最喜欢买10到15% 是 这个喔 一般散户喜欢买 可是怎么样 他都看这个 买这个 他看这个 因为他不敢买啦 他只敢买回答15%的 他不敢买 你就要买他也是不理你的 是 这个要了解自己 好不好 我真的说没错吧 所以学到江堅老师讲的 你会看这个买这个 好不好 想太多 因为不敢一飞冲天 叫你回答你也不敢买 至少回答15% 谢谢老师 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谢谢 烂青标果三大展向 你如哪你有学到东西吗 有 我去有学到 我也学到很多 我也学到很多 所以如果买下73点 真的这个不错 三大展向 如果买下73点 这三个我们都学到 一飞冲天 恩字型 还有阶梯型 哇我学到东西 所以同志 如果你有学到东西 要订阅我们频道 开启小铃铛 好 按赞留言 疯狂股市福利社 每周周五晚间8点上线 435解盘影片 24教学影片 最闪况 谢光临 让你的财富费费费物 舍舍舅舅舅我 舍舅舅我 舍舅我 你不要激动 我不是你安criptions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么舅舅你那 鸨鸨鸨鸢 鸨鸨鸥鸨鸨鸨 我带什么 因为 排骨现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来顶呆 所以我和记得要千斤顶呆 千斤顶哪 死了好不好 results 准备到了 不是这个你要筛 isz你 你再撇去吧 怎么办 går掉了 都不是誒 真的有個噢我的 瘋狂股市撫利店 趕募發臉財 到這裏別傢子 隨便消甲延 Enfin 必須 developer 做孩子 optimal 謝謝關 furious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別傢夫fee phree phreeÍ